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60岁还不算是很老 你可以说还算是比较年轻 只要我们的心态好,一切都好 不过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 因此在很多时候都会发生变化 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常不关注自己身体的人 日子就会过得更加痛苦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60岁以后出现这两个特征 说明寿命已经不多了 人过60岁,身体出现这些状况 说明已经时日无多 亦突然失去自理能力 60岁还没有进入太老年的状态 但是已经不再年轻 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活到长命百岁 但是是不现实的 因此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 我们不要想得那么美好 一切顺其自然才是最好 突然失去自理能力是最可怕的事情 每个人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 但是有一些事情总会莫名其妙地发生 而且发生之后 甚至根本就没有挽回的余地 当正常的人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说明已经时日无多 因为身体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 每一个人其实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都有离开世界的这一天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多想 顺其自然才能够保证生活的美好 如果不能够顺其自然的话 想要尝试着改变生活 当年纪上去之后 一些事情就不会再有可能 相关数据调查显示 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超过了 的二 53亿人 其中有60%的老年人 都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疾病 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达到了4200万 而造成老年人失去自理能力的原因有很多 这包括了客观因素 比如年龄增长 导致器官衰老 受教育程度 经济条件 居住地等等 这些客观因素是无法改变的 但是导致老年人失去自理能力的根本原因 还是各种疾病影响 特别是心脑血管病影响巨大 这里要重点提到脑促重 脑促重有一定导致患者死亡的可能性 而就算是患者经过抢救之后 往往也会留下一定程度的后遗症 甚至是失去自理能力 除此外 阿尔茨海默症 小脑萎缩等疾病 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自理能力 这不仅让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下幅度下降 寿命缩短 同时也给儿女带来了一定的负担 这种负担不单单是经济压力 更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因为很多老年人都只有一个子女 他们组成家庭之后 肩上扛着四个老人 且还有自己的孩子需要管 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往往让人喘不过气 也正因如此 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摆病床前无孝子 很多人说 我不怕老 也不怕死 我只怕老的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之后 每天都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忍受着身体的不适 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是啊 在我们行动自如的时候 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过 自己想要的生活 当我们老的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连床都下不了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整天躺在床上 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 有钱的老年人 哪怕他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尚且能够吃巨资 让自己享受到更好的照顾 没钱的老年人 一旦他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那么在他的经济能力承受范围之内 很难让自己舒适地度过晚年 二、吃饭睡觉都不香 一个人过了六十岁之后 吃饭不香 睡觉也睡不着的时候 说明已经时日无多 一个人随着年纪 身体各个方面不断地发生变化 我们的其他方面也会慢慢地减弱 进入老年状态 有些事情其实已经无能为力 如果老人在一段时间之内食欲不振 吃饭没有胃口 而且发现老人的体重明显减少 身体外表出现明显的销售迹象时 要想到老人 有可能是消化系统恶性疾病的可能 不能因害怕而回避 要及时地陪伴老人到医院 做全面细致的检查 如遍浅血检查 血液检查 上消化道检查等 防患于未然 有研究表明 如果老人长时间的进食不好 食欲不振 而且伴有消化不好的 大约有超过50%的 可能是因为胃癌 胃溃疡 及酒精相关性消化不良 其次为功能性消化不良 食道炎 胆食症 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 如果老人同时还伴有腹痛 恶心 呕吐等症状 则有可能是溃疡性疾病 特别是要紧防消化到癌症的可能 老人的胃口与死亡率 存在联系 胃口不好的老人死亡来得更早 因此 研究人员提醒 胃口有问题的老人 要引起足够重视 研究人员对1258名 70至82岁的老年病人 进行了长达9年的跟踪调查 从事该项研究的沙哈博士表示 在排除了老人健康状况 身体活动量 人口学特征 营养等影响因素后 研究发现 胃口改善后 老年病人的死亡风险有所降低 胃是身体消化吸收食物的重要器官 也是人体能量的发源地 所谓人以胃气为本 以及内伤脾胃 百病游生 更是点出胃乃健康之本 胃虽然是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 是生命从自然界获取营养的重要场所 但它还是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和免疫器官 研究表明 胃肠道存在着多种能分泌态磊的内分泌气胞 其总数超过体内其他内分泌 线的分泌细胞总和 分泌细胞的分泌物质在保证胃肠本身消化与吸收功能的同时 还参与和调节着全身几乎所有系统或器官的功能活动 因此 胃出问题会引发老人多器官紊乱 出现多种临床症状 甚至诱发死亡 临床上 老年患病者的饮食习惯 也常常成为医生停估其病情恶化或死亡风险的重要参数 也为家人提供了预警作用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人身体器官开始衰老 保持一个好胃口就显得非常重要 建议一是细嚼慢咽 充分地利用唾液咀嚼食物 慢慢吞咽 减轻胃的负担 利于营养吸收 二是饮食规律 定时定量 三是以软为主 一些比较有韧性 爽口的东西不宜多吃 因为它们最难消化 四是少吃多餐 早上要吃好 中午要吃饱 晚上要吃少 对于患胃病的老人 非急性情况下不提倡吃药 长期吃药有副作用 而胃病不可能在短期内治愈 只能靠养从生活习惯的改变中获得 人一旦死亡 就很难起死回生了 在去世之前 是否有一些征兆 让人感知老人将要去世呢 身边有不少老人去世之前都会出现一些征兆 有的老人隐隐约约能感觉到自己大去之期不远 于是会留下一些遗嘱 人去世之前有一些征兆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食欲骤增或骤减 这是老人向外界传达的一个最明显的信号了 作为我们儿女 应该注意一下老人的这种信号 好 这点主要表现在食欲上面 平常食欲大的老人突然在某一天 食欲突然变小了 或者食欲小的老人突然之间食欲变大了 特别是后者尤为的明显 在部分老人的身上 还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平时不怎么吃的东西 这临终前的这段时间 变得格外的喜欢爱吃 比如很多老人都是不愿意吃肥肉的 要是在临终之前表现出来 异常的喜欢吃肥肉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 老人的口味已经发生变化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二 身体浮肿在很多时候 老人去世的这段时间 明显感觉到老人的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能感觉到整个人都比以前胖了很多 要是你有这样的想法 那你就错了 这种胖并不是正常的胖 而是 身体出现了浮肿的迹象了 身体的浮肿迹象会伴随一二天的时间 就能感觉到 在身体浮肿的同时 老人就会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的诞生 紧接着就是全身无力 这个时候 大多数老人就已经不能完全地自己进食了 严重的时候 可能就会连碗都端不住了 三 老人意识模糊 开始说魂话 有的老人在去世之前 一时会变得模糊 平时熟悉的人 他渐渐记不起来了 亲人走到他身边 叫他不行 问他你还记得我是某某某吗 老人也摇摇头 这就意味着老人的大脑开始出现意识模糊 认知能力下降 就连身边的人和事都弄不清楚 这样的情况跟大脑的衰老有关系 当大脑的功能明显下降 意识能力 也跟随着下降 有时连言语能力也跟着逐渐丧失 因此老人说话开始语无伦次 说一些魂话 没有逻辑的语言 慢慢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大脑的细胞已经在凋亡 怎样的人才叫见过世面 这个话题常处于知乎热榜 且居高不下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 世面给人的第一印象 往往是金钱 地位 高档场所 何谓世面 所谓世面 就是世界的每一面 特别喜欢一位网友的回答 见过最好的 且不以物喜 知晓最坏的 且不以紧背 乱花见玉不坠青云志 富有诗书不夸夸其谈 如果世面单只物质 而忽略内涵 那也是一种肤浅文化涵养 媒体上去用再贵的奢侈名牌 去再多的高档场所 都只是流于表面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层次低的人 开口闭口 就是这五种话 人这一生是个见世界 见众生 见自己的过程 你所说 每一句的话 都直接暴露了你的见识 层次越低的人 越喜欢说这五种话 一 倾诉自己的悲欢 马克鲍尔莱恩说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 就是明白 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 百分之九十九的事情 于别人而言 根本毫无意义 其实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 有个扎心真相是 这世上除了父母 并没有多少人 希望我们过得好 所以招摇幸福 更多的是惹他人极度 徒增自己的烦恼 不如一事十之八九 可与人言 却无二三 喜悦分享错了人 就是显摆悲伤 倾诉错了对象 就是矫情 聪明的人早已将成长 调成了静音模式 不随意倾诉自己的悲欢 暗自欢喜 暗自成长 二说骂他人的话 以前觉得 读过书的人 可能不会骂人 可能会很文明 后来才发现 即便很多人大学毕业了 也是爱骂人 说话总是不理脏子 还成了他们的口头禅 还好像很引以为容 真不知道这样的人 心里到底是什么想的 那么爱骂人的人 内心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不让大家往下读 也不让大家去读 杜月笙的语录 大家会怎么回答呢 相信很多人思考后 都会有自己的看法 有人会说 爱骂人的人 他内心是很丑陋的 如果稍微有 点素质的人都会注重自己的言行举动 一言一行都会在意 他不想给别人留下这样丑陋的一面 觉得对自己形象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有些人是爱面子的 有些人是不爱面子 也不在乎别人的言语 脸皮厚 生气了就骂人 遇到不爽的事 也开口骂人 骂人骂多了 他总能站到上风 还骂习惯了 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以上的回答和分析 不是很满意 也不知道爱骂人的人 内心是什么样的 不妨读一下杜月生的语录 他就一眼看破 直击人心 文字如下 爱骂人的人 内心都很恐惧 长脚的动物都不是食肉动物 一群人中最安静的人 往往最有实力 动如火 略不动如山 读完杜月生的语录 相信很多人知道了 爱骂人的内心是很恐惧 就不会再害怕他了 可见 爱骂人的人 往往是想通过骂人 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 你很厉害 我敢骂你 我更厉害 惹急了 我还敢打你 而杜月生这段语录 句句都是很精辟 很有道理 也难怪杜月生一生 能够混得那么好 可见他很能看破人的内心 三 喜欢斤斤计较 格局越小的人 越喜欢做这一件事情 不克服生活会一地鸡毛 这件事情就是斤斤计较 俗话说 水至轻则无鱼 人至茶则无土 凡事都不可太计较 不可认死理 过于明察秋毫 眼里不揉沙子 过分挑剔 什么鸡毛算皮的小事 都要论个是非曲直 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 那么到了最后 你的朋友肯定会越来越少 人员也肯定会越来越差 而你的生活也会变得一地鸡毛 当然 玩事不公 游戏人间的生活态度是 我们坚决批评和反对的 但凡事也不可太计较 凡事太计较 对什么都看不惯 都横加指责 最后连一个朋友 也容不下把自己与社会隔绝开 不允许自己犯错误 企图把自己装在一个 绝对正确的瓶子里 这可能吗 我们都知道一个物理现象 那就是肉眼看着很干净的东西 假如拿到显微镜下看 那往往也是许多细菌的 试想 假如你整日带着放大镜 显微镜生活 那你就别想吃饭了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用放大镜看人 那每个人都是有 有假资 有缺陷的 甚至食恶不赦 无药可救的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与人相处 就要互相谅解 凡事包容 要以难得糊涂为怀 在那些非原则的问题上 想求大同 存小义 有度量 能容忍 有了这样的大格局 你就会有许多朋友 就能左右逢源 诸是岁月 也只有这样 你才能活得轻松自在 活得万事顺心 古今中外 凡能成大事者 皆能容忍 所不能容 忍人 所不能忍 格局宽广豁达 而不拘小节 而不是金金济 蜀木寸光的人 而要真正做到 不斤斤计较 能容忍 则需要你要有 做人的修养和格局 还需要有善解人意 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 对他人多一些体谅和理解 自然就会多 和一些宽容 少一些计较 四 总是说抱怨的话 心理学中 有一个名词 叫做踢猫效应 这个效应 源于一个故事 男人上班 被领导批评 垂头丧气的 回到家后 看到孩子 在沙发上快乐地玩耍 这让男人感到心烦 最教育了孩子一顿 孩子被教育完 心情也格外低落 于是 想要出门散散心 这时 孩子看到在路口睡觉的小猫 下意识踢了小猫一脚 想要减少自己的烦闷 没想到 小猫窜到路上 吓到了一位司机 司机猛打方向盘 车撞到了孩子身上 这样的情绪连锁反应 生活中时常会发生 天猫效应 所描绘的 便是这种典型的 坏情绪的传染 类似的坏情绪 包括一个人的怒火 烦闷也包括一个人的抱怨 在一个人抱怨时 如同把自己所有的坏情绪 想要移交到另一个人身上 可能他们抱怨完 心情会变好 可另一个人 会成为负能量的载体 就像曾经在看某调节节目时 有一对结婚十年的夫妻 在闹离婚 妻子认为两个人有了孩子 也没有太大的矛盾 不应该草率离婚 可丈夫不给任何调节的机会 经过节目组的耐心询问 丈夫这才说明理由 心累 每天回到家 妻子就会说上班有多么累 生活有多么苦 放假时会说孩子有多么难带 父母又有多少要求 丈夫说结婚十年 自己很少感觉到幸福 自己生活已经很累了 不希望婚姻让自己成为一个更累的人 很多人都以为情 旭的传染力极小 如同自己抱怨完了 心情就会平复一般 事实上 自身产生的情绪 自己会有调节的能力 可被他人传染的情绪 很难轻易消散 因为没有解决情绪的办法 这会让一个人 无法走出情绪的漩涡 而想要避免这样的情况 就要学会远离那个爱抱怨的人 五 否定的话 东野归吾说 这世间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 一是太阳 二是人心 喜欢否定别人的人 即使看到对方取得再大的成绩 也会表现出一副不屑的模样 他们或者是出于嫉妒 或者是出于控制欲 所谓出于控制欲 是因为如果对方比自己优秀 他们就会失去控制对方的筹码 所以 唯有把对方贬得一文不值 才能更好的 实现控制对方的目的 有的人会打着为对方好的旗号 来否定对方 他们的理由 是为了让对方能够认清现实 不要好高骛远 一个人即使有再大的能力 如果身边总是围绕着否定的声音 那么它也是难以发挥出自身的实力的 人生在世 要明白哪些人能够滋养自己 哪些人只会不断地消耗自己的斗志 只有即使远离那些经常否定打击自己的人 才能让自己摆脱无畏的羁绊 走得更快更轻松 古语云 中言逆耳利于行 一个人在顺风顺水的时候 最需要的往往是逆耳之言 因为此时最容易忘乎所以 肆意妄为 如果此时只愿意听花言巧语 那么很可能就会让自己 在阴沟里翻了船 在有些人看来 对方说赞美的话 是因为对方认可自己 欣赏自己 实则不然 有些人之所以说赞美的话 不过是为了讨好对方 来换得利益罢了 并不是发自内心地认可对方 而且一个人如果在错误的方面得到认可 就只会让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终悔之晚矣 真是岁月如梭呀 好像刚刚过了一个花甲 眼看着就要奔弃了 都说我们是比较特殊的一代 传统教育的熏陶 使我们尽心尽力地孝敬父母 长辈 独生子女的现实是 当我们需要被人照顾时 忙于事业和生活的孩子却无暇顾及 这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 以目前的平均寿命约八十岁而言 一般人在退休后到生命中了时 大约有二十余年可以自由支配 这个时候我们卸下了对社会的责任和家庭重担 剩下的就是完全的自我了 可以决定为自己最后一阶段的生命 绘制怎样缤纷的色彩 这是一段可以为自己活着的岁月 你是主人 你决定怎么过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为什么美国老人不靠子女养老 晚年也不会凄凉无比 一 自我感觉很重要与美国相比较 日本的养老院配置照顾老人的服务人员比例较高 照护服务也比较细腻 站在旁观者的角色直觉老人生活在日本 可以得到的服务比美国好 然而美国老人显然比日本老人快乐 而且乐观独立 懂得享受生活 一次去美国出差 登机落座 身边是一位瘦小的老太太 在手机上聚精会神地玩扑克游戏 岂非 她靠着闲窗睡着了 挡住了我的日出 乘务员送饮料了 她醒来轻轻说 番茄汁一点点冰 我替她转告 自己也一样要了一份 她抿着唇细声对我说道 番茄汁不是太甜 又有着蔬菜特有的清香 能给人带来很大的朝气 而零食饼干太多糖了 对人身体很不好 我点头称是 并赞她有营养意识 她说 凡是用心点有好处 这是我96岁的经验 我大大吃了一惊 这老太太看上去70来岁 不能用精神觉硕来形容 但是淡定从容 整齐利落 竟然已经96岁了 在中国96岁的老太太都在干什么呢 大多数都是在病床上躺着 偶尔中午出来晒晒太阳了吧 而她独自一人旅行 而她独自一人旅行 还要转机 去 68岁儿子所在帝国圣诞节偶遇这样的传奇 我的脑子全面开动 聊天的本事腾云直上 飞速地想要在剩下的40分钟 构造一个完整的人生 你自己住 身边有子女吗 中国人必会好奇的问题之一 也是我非常关心的 她回答说 父亲有一个儿子 哈哈 不过他也72岁了 我独自住自己房子 自己开车 去年买了辆新车林肯 我要确保我的用车 有最大的安全设施 这让我不禁想到了邻居家的老太太 七十来岁的时候还在打打牌 总是会遇到 又过了几年 一天回家的时候 突然就见到了满院的花圈 让我感慨 生命无常的同事 也觉得中国人平均岁数 也不过如此吧 她说 说做了一辈子老师 30年前退休 直到现在一直在工作 教人打桥牌 有成人教育中心在家里 社区活动处都在开办 还经常出去参加娱乐性比赛 与各地牌友聚会 看到我吃惊的神情 她大概明白我的意思 也做了一个吃惊的表情 她说 我往往会忘记自己的年纪 因为几乎从来不会去想 有时候会觉得 还是25岁哦 去店里买衣服 穿上去才发现 看上去不像25岁 不过那是衣服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二 手里有自己的钱 不会为了孩子付出所有 在美国 凡我遇到的美国人 要结婚的或已结婚的 无意不是独立自主 双方共同负担结婚所需要的一切 以及未来家庭生活 国所需的一切 从没有向父母索取财物的 更没有要求父母买房的 裸婚是美国年轻人的潮流 2004年 我正在读博士 一天 我们系的教务秘书 发了一个通知 某某研究生同学要结婚了 如果谁想送礼 请与我联系 于是 凡是愿意送礼的 就去与那个教务秘书联系 不送礼 也没有人说 你那么送多少算合适呢 当时 我们都是学生 生活都不富裕 我就给了教务秘书十美元 秘书一看 吃了一惊 很明显 十美元在送礼的人中 算是多的 那位同学领了结婚证后 没有再通知大家 更没有摆婚宴 招待同学与朋友 以后我们在上课时 经常见面 丝毫不影响 互相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友谊照旧 顺便说一下 我这位同学的住房 他不是本地人 一边上学 一边打工挣钱 在校外租房子住 他的妻子也是如此 自结婚后 两人就搬到一起 合租一房 继续读书和打工 儿子儿媳只能暂住 2010年以后 我定居在美国中部城市 圣路易市不久 认识了一位朋友 她是嫁到美国来的 一位中国女子 她的丈夫 正在圣路易市的 一所大学 读博士研究生 与父母住在一起 一次 她请我们全家 去她家过中国春节 这是她与丈夫的家 也是她公公婆婆的家 这是一栋漂亮的单体别墅 第一层是客厅与餐厅 二层是卧室 令我吃惊的是 她的公公婆婆 住在这栋房子的 第二层 而她们小两口 却住在地下室的 一间窄小的房子里 事后我问那位中国媳妇 你的公公婆婆 这样对待你们俩 太不公平了吧 她回答 她们能让我们 住地下室 已经不错了 省了我们租房的钱 我刚来美国时 见此状况 曾气愤得不行 而公公婆婆却说 这是我们的房子 让你们俩住地下室 也是暂时的 等以后 你们有了工作 就得搬出去住 我现在想通了 这是美国的习俗 入乡随俗吧 两年后 她们以按揭的方式 买了自己的房子 而她的公公婆婆 自感年纪大了 无人照顾不方便 就卖了自己的房子 搬到养老院 她们卖房子的钱 没有给儿子一分 全部用于自己 在养老院的开销 与业余生活 三不期待子女养老 懂得肯定自我价值 记得我刷视频的时候 看到一个采访 一个老太太北漂了 有六七年了 其实这是中国家庭 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年轻人在外打拼 老人的晚年 也在外面漂着 这就形成了新兴的北漂组 国家卫济委 曾做过一项 有关流动老人健康 服务专题的调查 结果显示 全国二 47亿流动人口中 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 而他们背井离乡 最大的原因 就是帮子女带娃 有记者曾经采访过 很多中国的老漂父母 发现他们的生活情况 真是喜忧参半 虽然感受到了天伦之乐 但是更多的时候 感觉自己的晚年生活 完全就被压制住了 明明已经很费劲 去做帮忙带孩子了 但是却倒头 回来还被子女嫌弃 但是不同于身处 水深火热的中国老人 美国的老人们 可谓是悠闲多了 即使是退休了 也是跟子女分开住的 最主要的是 不用帮子女带娃 只需要安心享受 自己的晚年生活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是养儿防老 中国父母会为了孩子 倾尽所有 孩子长大了 操心他找工作找对象 给他筹办婚事 给孩子买车买房 为他带孙子孙女 那么等父母老了 子女赡养父母 是他们应尽的义务 但是美国的文化 却截然相反 他们追求独立 自主和自由 等到孩子18岁 父母就会结束 对孩子的一切付出 子女无论是否有稳定收入 直接搬出 父母的房子 他们的人生 要由自己去创造 父母不会操心 他们找工作 买房子 甚至不会理会 他们的婚事 父母更不可能 去帮子女带孩子 而你的孩子和父母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美国的父母 不会因为子女 大富大贵 就跑去沾孩子的光 也不会因为子女 流落街头 就出于怜悯 接孩子回家 中国父母 要比美国父母 活得更加辛苦 这就是两个国家的 文化差别 美国人的独立自主 是渗透骨子里的 父母和子女 不会相互干涉 不会相互依赖 在美国 子女虽然没有 赡养老人的义务 但并不代表 子女是冷血动物 不会报答父母的 养育之恩 子女和父母分开居住 不经常来看望父母 但现在通讯工具 很发达 子女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和父母保持联系 比如打电话给父母 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 讲述自己的工作 生活 未来的计划的等等 在美国 传统节日 比如感恩节 或者圣诞节 很多子女会选择回家 和父母一起聚餐 当父母晚年 有重大疾病时 子女也会经常去医院 或者养老院探视 俗话说得好 一瓶子不响 半瓶子晃荡 真正有本事的人 不会随便在别人面前 卖弄自己才华 只有那些半懂不懂 没有真才实学的人 反而喜欢吹嘘张扬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 是没本事的人 张口闭口 都是这句话 一个人越没本事 身上往往都有这三种特征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 一定要及时远离 避免被其影响 喜欢贬低别人 抬高自己 作家刘慈欣说过 一个人一旦觉得自己 比别人有优越感 觉得高人一等 离倒霉就不远了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 喜欢通过贬低别人 来抬高自己 殊不知 越优越感爆棚的人 越没有什么能力 越想显摆自己 反而很难留下好印象 在相声有心人的一期节目上 有一对博士夫妻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对博士夫妻来自名校 对相声有着浓厚的兴趣 而且还创作了一套 说相声的公式 他们只得一满 并且放出话来 就是冲着冠军来的 夫妻俩刚上场 博士丈夫李红叶就指着郭德纲说 您不认识我是吧 郭德纲巧妙化解 那你今天让我认识认识吧 本来表演完说两句就可以退场了 李叶却开始了现场教学 告诉郭德纲怎么说相声 言语中一句一个我们的行话 咱们说点高级点的 尽显自己的优越感和对别人的看不上 不仅如此 还直接表示了对导师郭德纲的传统相声的贬低和不屑 他们要么天天说老段子 要么就抄网络笑话 照这样下去发展十年 相声能有什么前途 最后李红叶带着和妻子出版的关于相声的书送给郭德纲 他抽出其中一本书说 我估计您能看懂这本差不多 言语之中的暗潮 以及对自己博学多才的炫耀引人不适 他像极了生活中的某一些人 他们往往自视清高 对别人指手画脚 通过挖苦 嘲讽别人来获得自我的满足感 优越感 陆瑶说过 保持自己优越感的方式 是通过只关注别人的缺点 并将其发扬光大 这样不仅让拥有缺点的本人感到不快 还会树立子 极眼凤窄的形象 这样是不人道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 深以为然 真正有本事的人 从来不会把别人的尊严踩在脚下 以此来彰显自我的高贵 这种行为不仅会招来反感 更显得自己没本事 唯有谦逊做人 虚心请教 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这才是最稳妥 也最值得尝试的 这样你迎来的不仅是成功 还有尊重 论语里说 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真正厉害的人遇到问题 首先会从自身找原因 所以他们更容易找到问题的关键 小人则不然 他们遇到问题 只会一味地去埋怨别人 结果 他们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没本事的人 习惯抱怨 怨 遇到问题 每个人都会有抱怨的冲动 这是人之常情 适当的抱怨 可以释放消极的情绪 但是过度的抱怨 却会让自己在痛苦中沉沦 抱怨对于问题的解决 是没有一点作用的 甚至还会让周围的人 对自己产生反感 最终让自己孤立无援 毕竟没有多少人 会喜欢成天散发负能量的人 我们这一生 用两年的时间学会了说话 但是却要用一辈子 去学该如何说话 那些会说话的人 总是能活成社会上 八面玲珑的角色 无论做什么事 都有人推波助澜 可是没本事的人 却总爱抱怨 一个人活着需要正能量 如果我们总是怨天尤人 那么生命处处不顺 你的心里是什么样子 那么你的世界 就是什么样子 一个总爱抱怨的人 他的世界一定是灰暗无光的 在如今这个复杂的大世界里 总有人积极向上 但也总是有人爱抱怨 人啊 没本事了就开始爱抱怨 这些事情一抱怨起来 就没完没了 可他不知道 越是抱怨 生活就越糟糕 抱怨自己出身不好 可出身决定不了一切 没本事的人喜欢抱怨自己出身不好 凭什么有些人生下来不要努力 经常得到别人一辈子都无法得到的豪车豪房 凭什么自己生下来时 家图四壁 想要买个房子车子 家里却给不了钱 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抱怨自己的出身不好 出身决定不了一切 后天才能决定你的未来 出身能够给予你 这只是物质基础 但人的一生永远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 向左出身豪门 受到人们关注 被观众捧上天 可向右身为向左的兄弟 因为自己不努力 所以无人知晓 拥有好的出身 不一定拥有好的未来 拥有差的出身 也不一定一辈子灰暗无光 人活着一辈子 还是要依靠自己奋斗的 出身能够给你的只是一个台阶 向上奔跑 还是向下走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抱怨自己遇人不输 实际是自己不会看人 没本事的人喜欢抱怨自己遇人不输 在人生的旅途上 自己总会遇到那些小人 他们或许在背后说自己坏话 过去欺骗自己 让自己的人生拐了不少弯 的确在这 这世界上有些人因为身边的人吃了不少亏 但有些人这种能够独立的行走 不会被身边的人所坑害 没本事的人以为是自己运气不好 所以才遇人不输 只有有本事的人才明白 所以遇人不输 不过是自己不会看人罢了 人心隔肚皮 我们与人交往 一定要给自己留一张底牌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也不要轻易暴露自己 只有没本事的人才 总是爱抱怨 一抱怨起来就没完没了 觉得自己遇人不输 觉得自己命苦 哪有那么多的命苦 有专家表明 人的一生所遇到的人 10%是上天决定的 90%是自己决定的 所以那些没本事 却抱怨遇人不输的人 大多是因为自己不会看人 总与那些小人交往 广 没本事的人过分爱面子 贾玲可以说是整个娱乐圈 最不要脸的女明星了 她经常在镜头前 自嘲自己胖 自嘲自己脸大 还敢在众目睽睽之下 是爱严程序看的人 大多会被她逗得哈哈一笑 但笑过之后 我最大的感受 还是对她不要脸的佩服 因为这种不要脸 其实是高情商的表现 老话说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但实际上 真正的强者 是能够抛下面子 经营里子的 一越没本事的人越爱面子 鲁迅在且借听杂文说过 中国精神的刚领就是面子 只要抓住这个面子 就像揪住了阿Q头上的那根小辫子 牵他往东就往东 牵他往西就往西 去年大火的电 诗句都挺好理的 大哥苏明哲就是这句话的活体实证 从小就成绩出众的苏明哲 是父母吹牛的资本 长大后的他也秉持着把面子工程贯彻到底的原则 因为好面子 他宁愿失业在家 也不愿意当蓝领 因为好面子 他硬生生把12万美元的工资夸张到20万 因为好面子 他把本来要买的两居室改成了三居室 结果呢 先是庄大尾巴郎请客吃饭 谎言被戳穿 反而恼羞成怒 后是死要面子 借钱也要满足父亲的无礼要求 导致妻离子散 这样活不累吗 有多大的胃口就吃多大的饼 何必打肿脸充胖子呢 你越爱面子 面子就越不爱你 你把自己吹得越高 摔下来的时候也就越难看 而没有李子的面子其实一文不值 一代宗师有句话说得好 人活在世上 有的活成了面子 有的活成了李子 而只有李子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 马云年轻的时候因为长得丑 没少被人嘲笑过 即便是后来功成名就了 对他外貌指指点点的人依然不少 他也不是没有困惑过 他曾经走遍杭州师范学院 都没有找到一个比自己还丑的人 曾经因为长相成为唯一一个没有通过肯德基面试的人 换作别人可能已经被打击得无地自容了 但马云没有 男人的成就和他的长相成反比 后来他敏锐地追上了互联网浪潮 挨家挨户地推销自己的黄叶 但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听他把话讲完 甚至不愿意为他打 开房门 但马云依然没有因为面子上挂不住而放弃 他看着满街灯火说道 再过几年 北京就不会这么对我 再过几年 你们都会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他做到了 他不在乎面子 因为他把离子活成了面子 李嘉诚说过 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懂事了 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是人物了 当你还停留在那里喝酒吹牛 啥也不懂还装懂 只爱所谓的面子的时候 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 玛丽亚索家人 6月22日发布副告称 玛丽亚索在她钟爱的驯鹿身边去世 享年101岁 玛丽亚索生于1921年 厄温克族 毕生和她的族人 生活在位于环北极地区 泰加林带最南端的山林中 她是矛盾文学奖获奖小说 俄尔古纳和又案主人公的原型 被世人誉为中国最后的女酋长 常言道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人无长寿之意识 必无健康之身体 长寿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也是人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 其实最好的长寿秘诀就在我们身边 而且都是免费的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寿命长的人 不在于运动和喝水 以下三条准则 如果你做到了 说明你比想象中更长寿 一 肚子上少肉人到了一定年纪 发福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肚子上过于多肉 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少健康问题 众所周知 肥胖是一系列代谢性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比如使心脑血管风险增加 此外 虽然大肚子和大脑看起来并不相干 但一项研究称 大肚子型肥胖容易导致大脑萎缩 影响人的智力和认知水平 有句俗语讲 能吃是福 但吃得太多反而伤害身体 多给 肠胃减减压 身体会更加健康 有一句俗语就是说 腰带越长 寿命越短 腰带长就意味着肚子大 内脏脂肪比较多 脂肪量增多 对腹部的器官会造成损害 肠胃 肝肾的负担会加重 能力减退 对健康的损害大 寿命会受到影响 而且 一直吃的多也容易引起心血管问题 会导致血脂 血糖 以及血压出现升高的情况 血液流通缓慢 血液粘稠度加重 进而会导致血管出现堵塞的情况 发生中风的几率会加大 会影响到寿命 肚子小的男人 说明人也不会过胖 现在很多男人过了40岁之后 身材简直就放飞自我了 腰腹部的坠肉挺得高高的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里面 真的有胎儿的存在呢 中年发福的男人 面临的健康隐患就比较多了 肥胖给人体带来的危害 想必大家也都有点了解吧 人胖了 身体也会变得不太灵活 毕竟体重在那里呢 另外有三高问题的人 身材发福的情况也比较明显 所以想要身体更健康一点 体重是一定要保持好的 男人的腰腹部位置存在很多重要部位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 腰腹部的脂肪是万万不可以堆积太多的 建议男性朋友们尽量将自己的腰围保持在85里面以下就可以了 如果超过这个范围的话 那么就算是过胖了 需要抓紧减肥了 二 少思律为精神减负 清代小说家李汝珍在《静花园》里写到了30多个有趣的国 国家 黑池国 两面国 劳民国 女儿国 君子国等等 其中有个博律国让我印象很深 在这个国家 每个老百姓都不敢睡觉 因为他们总担心睡去不醒会送了性命 所以那里的人从出生起便日夜愁眠 混混顿顿 没有一天开心日子 由于长期睡眠不足 再加上忧虑过度 博律人的寿命也很短 看起来愚蠢的博律人 何尝不是生活中许多人的缩影 很多人过得不开心 不是因为日子太苦 而是想得太多 总是瞻前右顾后 把简单的事看得复杂不堪 烦恼也就跟着来了 不知你有没有过一种名叫富板的小虫 这种虫子爬行时 每遇到一个东西 就会把它背在 边上 如此循环往复 直到自己被背上的重物压死为止 思虑过多 人变成了只知道负重的小虫 毫无快乐可言 常言道 有心者有所累 无心者无所谓 想不开的事就不要再想 没有发生的事也不必担忧 人生本过客 何必千千节 就像古人说的 眼里有尘三界窄 心中无事一床宽 寡思才能活在当下 得失一效果 潇洒度余生 想太多 越活越累 人活一辈子 想太多 会耗尽精力与时间 想太多 也会让人的心越来越沉重 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 被心爱的人抛弃之后 想到的不是放宽心 而是想着如何去报复他 在负面的情绪中 终 他变得偏执 疯狂 失去了自我 他现在失恋的痛苦中 思虑太多 以至于后来的他 他满脑子都是仇恨 身处负面情绪的他 从一个美丽温柔的女子 变成了偏执且无情的女人 他被情绪控制 最终失去了自己美好的人生 人生路上 失去与得到 其实都是生命的馈赠 得到会让我们感受到世间的美好 而失去会让我们成长 看到世界的另一面 吕凯特说 生命不可能有两次 但许多人连一次也不善于度过 想太多 会让我们看不到当下的美好 命运会随之变得 越来越糟糕 人生会经历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心中会愤恨 会不甘 可是去报复 又能如何 就算是与对方纠缠到 不死不休 你也不会获得真正的快乐 在面临失去时 别想太多 好好做自己 保持初心 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三 情绪稳定 拿破仑有句名言 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 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 有一次 家中有亲戚拜访 其中一位父辈的叔叔在谈及父亲脾气不好时说道 你脾气再大 事情最后还得解决 而你呢 虽然把事做了 却留下不好的影响 明明你可以让孩子们更加亲近你 就是因为你的暴脾气 导致孩子越来越想疏远你 最主要的是你暴躁的发火 不仅伤害了身边人 而且还让你心情更加糟糕 事情也越来越 棘手 哪怕是穷乡僻壤的山村 还是物质经济优越的城市 哪怕是整日被朝天脸朝黄土的农民 还是下有空调 东有暖气的舒服闲散之人 都会在生活里犯错 有被生活驱使欲望的走错 有被团团困难包围的出错 可既然已经出错 已经走了不该走的路 那么在发现后 该是及时止损的补救 而不是在对方伤口上撒一把盐 让其伤口更烂 因为你就算再怎么责备 再怎么谩骂 再怎么殴打 都无法让已经发生的事 当作没发生一样 甚至最后 你还是得去解决 没法逃避 所以 你与其咄咄逼人 不如和善一点 找寻解决的办法 你与其用最恶毒的话 伤害着家人 刺激着自己的情绪 不如冷静应对 生气作为一种消极情绪 对人体的损伤 不可谓不大 平时气出癌症 气短寿命的事件 我们也听过不少 有些人脾气一上来 便怒火冲天 乱气一通才舒服 但其实 生气是很伤身的 那些脾气暴躁 喜欢生气的人 非常容易受到 某些疾病的侵袭 生气的威力 到底有多大 气出肺病 所谓怒则气上 生气时 气火寻惊上蜜 肺脏受伤 可以出现胸鞋部胀痛 咳嗽 面部发红 甚至呼吸急促困难等不是症状 中医称之为 木火行筋 尤其是 对于已经患有 慢阻肺病的人 有非常剧烈的情绪波动 例如生气 就可能会引起 慢阻肺病 的急性发作 气出心病 生气时 心脏负荷突然增加 使心肌收缩率增加 心率增快 致使心脏的耗氧量增加 心脏对血液的需求量 也会跟着增加 心脏需要加倍工作 而一旦心脏血管的攻血 不能相应增加 就可能引起心率失常 心脚痛 甚至是心肌梗死 据统计 临床中约10%的心梗 是气出来的 即使身体健康的人 在着急 紧张 生气 激动时 也会出现血压急剧升高 心率加快问题 这可能导致血液凝固 引起血管损害 众所周知 但凡长寿之人 没有疑问 都有一个共性 好心情 的确 想要易寿延年的人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情绪的稳定 愉快的心情 再加上 良好的生活作息 易寿延年并不是一句空谈 有的人因为性格原因 每天总是处于焦虑 紧张 暴躁的状态下 而这种状态 不但会影响人体的肝脏 更会对人体的心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不管事实如何 人生除了生死没有大事 遇事要以自身健康为首 要保持好心情 易寿延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